進廚房 親手做 久久之 其實你就會越來越能判斷 到外面買的吃的到底是天然 或者有經過加工 像是買麵包 其實從聞味道看外觀就能夠分辨 麵包是不是真的天然健康 知名麵包店胖達人標榜使用天然酵母 沒有添加人工香料 卻在麵包裡加了人工香精 涉嫌廣告不實 而人工香精跟天然香精比起來 因為是用化合物組成成本便宜許多 但使用過量可能會有副作用 過度的攝取這樣子的人工香精 它對幼兒的成長 成長會造成吃緩的效應 而且對皮膚的 也會有過敏體質的這種影響 花錢排隊買麵包 卻把添加物吃下肚 而不少麵包除了有人工香精之外 還可能加人工奶油 蓬鬆劑 異面劑或是人工色素 雖然都是合法添加 但吃多了可能傷身 想要避免吃盡太多添加物 買比較天然的麵包 挑選時就要多聞 多看 多觀察 選擇麵包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去選擇顏色非常豐富的 盡量去選擇就是說 也不要過度過白的 就是盡量選擇自然的顏色 不太會去挑有添加其他的 餡料的這種麵包 你把它的重切面切下來 它的麵包其實是孔洞大小不一的 然後還有就是說麵包 你拿起來聞一下 它會有淡淡的麥香 接近天然的麵包 你給它放在室溫之下 大概兩三天之後 它絕對會變硬 挑選麵包有訣竅 就連自己在家DIY做麵包 買食材也要多注意 想當聰明消費者 請鎖定8號播出的 《財經新世界》 讓麵包達人 以及健康美食專家細細解說 麵包消費學 雨菸TV專家全員 維新北市報導